字幕志愿者 李嘉超 李嘉超更加分享了自己當年受訓的回憶作勉勵 同樣都是很興奮 今天我以行政長官的身份再來到操場 既興奮又鼓舞 今次我們全面用中式部操 是充分體現了警隊對國民身份的認同 和對國家的歸屬感 更加代表對國家所託和忠誠的莊嚴承諾 2019年香港經歷了前所未見的艱難和衝擊 黑暴、港獨、外部勢力干預香港事務 將市民多年建設的香港破壞得令人痛心 國家主席習近平在7月1日發表重要講話的時候 他說香港不能亂也亂不起 因此我們必須防患於未然 因為穩定是所有事情的基礎 我寄予今天結業的同學們 遇到挑戰和困難的時候 無望初心 不為艱險而退縮 不為磨難而低頭 我對你們寄予厚望 今次結業會操有31名建習督察 和83名學警參與 聽到大師兄李家超的期望 一眾身宅師兄師姐會怎樣回應呢 對於首次全面用中式部操的會操 又有什麼看法 可能有一個時代的轉變 可以有幸可以參加到這個第一屆中式部操的畢業典禮 所以其實我都覺得很自豪和很開心 亦都可以看得出 其實行政長官是對我們 可能每一個警務人員都會關心關懷 警務處處長蕭澤宜就說 警隊的招募面對挑戰 又引用國家主席習近平訪港時的講話指 關懷青年是重要一環 在各個因素下 是會遇到一些招募挑戰 在最近這次的警察招募體驗日 我們是覺得成績是很鼓舞的 年青人加入警隊 那個心明顯地有好轉 在黑暴期間大家都知道 就是說有好多年青人 是被一些假新聞假消息去利用 犯一些非法的行為 參與一些暴力的事件 我和一些其中已經是承擔了法律責任 一些年青人 他們是有悔意的 其實整個社會是應該要給他們機會 給他們